这位声众大家好,我是赵云铭,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功群雄,我们接着来讲西国第一志将毛利元旧 上一次我们说到尼子京九对毛利元旧起了杀心 那么尼子京九为什么这么看重毛利元旧呢? 一来呢,是因为在友田中鼎守核战里,毛利元旧因少击中,大败了武田元凡 这使得尼子京九开始注意到毛利元旧 那么在之后,尼子京九发兵与大内加在安逸国内展开争夺战 当地的国人领主们都成为被招揽的对象 尼子京九因为看重毛利元旧,所以就向毛利家施压 胁迫毛利家从属于尼子家 当时尼子京九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 他要求毛利家献上家老板广石的手记 以表忠诚 板广石和他的兄长板广明都是毛利家的族人 在毛利弘元时代就担任过毛利家重要的职位 一向亲近大内加 后来板广石将自己的职位留给了职子 制造广梁 而他自己隐居于郡山城附近的日夏金城 不再过门正式 虽然尼子京九提出来的这个条件过分的苛刻 但当时毛利家没有能力与之对抗 而且连最可靠的近邻 集穿国精都已经投靠了尼子家 难以两全其美 所以毛利元旧在和制造广梁等一众家臣商讨过后 还是决定攻打日夏金城 迫使板广石自尽 尼子京九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大喜 派遣使者请毛利元旧亲自到镇前 献上了板广石的手记 但是毛利元旧还怕其中有诈 所以就以患病为借口拒绝赴约 那么在毛利家归于尼子家麾下之后 在尼子京九的命令下 毛利家在毛利元旧的率领下 作为集先锋 率先去攻打靖山城 那么在靖山城下 毛利家的部队就和靖山城主 藏田防信展开了激战 政府难分 后来尼子京九又赶到 一战数日 仍然是没有能够攻入城内 后来毛利元旧得知 藏田防信的伯父 藏田直信 是一个利益熏心的人 偏偏有得不到重用 于是他利用这一点 派人送密信给直信 许诺 砸下靖山城之后 给予他领地的承诺 又使他叛变 结果大军顺利地进入城内 通过二支板 直接向藏田防信所在的本栏 进行猛攻 经过一日一夜的血战 藏田防信终于抵挡不住 向袁旧提出以自己的性命 作为投降条件 换取妻儿以及所有成兵的安全 袁旧搭语 于是尼子军顺利地接收了靖山城 投降的藏田防信 与他另外一位伯父藏田圣信 因为战败而切腹自尽 防信的遗孀 以及八岁的孤儿菊法师 寄养于墓园被中守 菊法师长大成人之后 以藏田世界之名 出世毛利家 至于不念亲情 通敌求荣的藏田直信 则被尼子荆久下令处死 对于袁旧曾经许诺鬼 直信领帝的事情 尼子荆久毫不理会 这就让毛利袁旧非常的难堪 但实际上尼子荆久这样是故意的 因为他早已看出毛利袁旧 绝不会甘于寄人篱下 而且此人才能出众 所以要找到各种机会加以压制 战后问公行赏 参与攻击的平贺 阿松找等国人领主 都额外的得到原属于 大内家的东西条盆地内的领地 毛利家获得的赏赐 却只有位于西条盆地的少量领地 这让毛利袁旧非常不满 而就在这之后不久 毛利家的家主 兴送完病逝 毛利袁旧本来对这个侄儿抱以厚望 那么侄儿去世 因为因为年幼没有后代 那么家主之位就只能在毛利兴元的兄弟之中来选 那么他的兄弟只剩下两个人 一个是毛利袁旧 一个就是向和元刚 向和元刚也很出众 他虽然是数出 但是在战场之上有着出色的表现 在家中也不缺少支持者 那么妮子经久也非常关注这个事情 他觉得如果让毛利袁旧成为毛利家的家主 那么他对毛利家的掌控是非常困难 因此他要想彻底掌控毛利家 就绝不能让毛利袁旧成为毛利家的家主 那么失去了家主兴送完的毛利家 决策权就落在了身为职权的老臣 制造广梁的身上 制造广梁有让毛利袁旧继承家主的打算 十年前毛利兴元还在京都的时候 为了避免毛利袁旧趁虚作乱 双方交换过其请文 经过这十年来的相处 对于袁旧的不信任态度也渐渐转变过来 制造广梁与福元广俊 肃屋袁秀国司袁相等人积极的联系 密谋要拥立毛利袁旧 就在兴送完死后的第四天 广梁连同渡边盛 井上袁间国司有下 井上游景一起前往袁挂城 拜见了袁旧 提出希望袁旧继承家主的意愿 袁旧以传闻尼子经久 打算从其子孙之中挑选一人 过继到毛利家担任家主之位 若要铲除这个祸根 必须先将这个情况上报为幕府 让他们定夺为由 婉拒了这些家臣们的请求 于是家臣们决定 由侍从素屋逢店上落 向幕府求得继目安堵 就是确保家主继承权的保证 并且在六天之后 向袁旧提交了一份 由家中15名素老签署的联署状 承认袁旧作为家主继承人 并且发誓向他效忠 并促请袁旧早日前往主城去主政 那么在毛利袁旧表示同意之后 家臣们就派遣着使者 拿着联署状和幕府颁发的 关于家主继承权的保证文书 前往岳山富田城会见了尼子经九 向其表明幕府以及家中上下 一致承认毛利袁旧作为新家主的事实 尼子经九对于毛利家上下迅速的举动 颇感诧异 但事已至此 即使阻止袁旧继任家主也无济于事 只好打消念头 这样毛利袁旧就进入了吉田郡山城 正式继承了毛利家家主之位 那么尼子经九力图阻止袁旧继任家主 已决后患 他看上了向和袁刚 我们前面说到向和袁刚 在毛利家以吴勇著称 他吴勇到什么程度呢 他可以与袁毅经相提并论 并且他还是毛利家族秘传兵法书 斗战经的拥有者 由此可见 他在毛利家中地位也是非常重要 而且向和袁刚在友田中京首合战 以及靖山城之战中 都在战场之上有着出色的战绩 如果能将向和袁刚和他的随从们拉拢过来 不仅能够压制毛利袁旧 长远来说 向和袁刚也可以成为 尼子家称霸路上的一个助力 但是向和袁刚会不会背叛毛利袁旧呢 尼子经久也没有把握 他将命令自己的心腹重臣 归井秀刚 前往试探 正好在毛利家中有仲臣杜边盛和板广秀两个人 虽然他们都在联署状中签名 并且发誓效忠于毛利袁旧 但心里却是怀着要加害毛利袁旧 拥立向和袁刚的阴谋 杜边盛乃是毛利家的重臣 而板广秀则是日下金城被迫自尽的前家老板广时的儿子 公元1524年正月 也就是毛利袁旧继承家主之后 不足半年 归有秀刚先后前往传山城和甲田村 小原常见山城会见了向和袁刚和杜边盛 表明尼子经久有意要拥立袁刚成为家主 试探他们两个的意思 尽管会台的内容已经无从得知 但是向和袁刚 板广秀和杜边盛三个人的阴谋 确误毛利袁旧从戏作的口中得知 同年4月8号晚上 毛利袁旧突然发兵攻击向和袁刚的居城 位于郡山城南路的传山城 因为事出突然 向和袁刚毫无准备 仓促应战 最后不敌利尽而亡 至于涉嫌谋判的另外两个主要人物 板广秀和杜边盛 按照一般的说法是受到讨伐而亡 而在诛杀板广秀的同时 毛利袁旧派使者 分别前往板广秀的堂兄弟 贵广城 还有制造广梁的住处 表示自己在成为家属的过程中 你二人出力甚据 因此对你们十分信任 从没有怀疑你们参加过谋判事件 日后还需你二人多多扶持等等 然而贵广城在听后 一面为板广秀谋判的事情自责 另一方面又疑心会遭到清算 于是切腹自尽了 而贵广城的儿子们 贵元城 元忠兄弟们 因为害怕毛利袁旧 兴命问罪 守城不出 毛利袁旧本来就没有要杀害贵氏兄弟的意思 于是派遣家臣 尔虞旧终 前往贵中山城 劝说开城 遭到了贵元城的拒绝 后来毛利袁旧亲自策马 到城下进行劝说 最终贵元城被毛利袁旧的诚心打动 开城投降 向和元刚是否真有反叛之心 其实并没有确实记载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 是毛利红元在世的时候 曾经打算 待向和元刚成人之后 将背后国部分领地交给他 不料洪元病死 当时元刚尚未年幼 只是让元刚担任传山城的城主 向和元刚长大之后 并没有获得背后国的领地 因而他心生不满 不管动机如何 向和元刚与女子家仲臣接触的这一点 已经被毛利袁旧抓住 被视为通敌反叛 元刚死后 毛利袁旧的家主之位更加的稳固 也断绝了女子经久 想从内部颠覆毛利家的企图 那么这次反叛事件发生之后 毛利袁旧从早前派到女子家当人质的 吃穿旧秀和光有秀石两人口中 得知这是女子经久的离间计 因此他就对女子家趋意见生 当初他背离大内家而投靠了女子家 是迫于刑事 无非为了是保存家业 结果反而导致幼年家主早邀 兄弟反目成仇 虽然明白女子家的计谋 但是当时安逸国内 有不少领主们从属于女子家 如果贸然宣布异旗 反而会成为众矢之地 因此毛利家在等待着 重头大内家麾下的时机 而这个时机在不久之后降临了 那就在毛利袁旧平定了家族叛乱 等待脱离女子家的时机的时候 他开始扩建吉田郡山城 在他扩建之时 曾经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 叫做百万亿新碑 自古以来 日本驻城都是以活人献祭 镇住亡灵的习俗 称之为立人柱 毛利袁旧扩建吉田郡山城的时候 固然有军政上的考虑 但也希望借此来凝聚向心力 不再有叛变的事情发生 因此他不用立人柱 而待之以碑 据毛利袁旧自己解释 百万亿新即使一日一利一新 究极举国上下全体之力 无论何事皆可完成 毛利家臣的整体素质 或许不是战国时代最优秀的 然而百万亿新和流传后世的 三件之讯 这带来了强大的凝聚力 使他们能够完成 优秀家臣也不见得 就能做到的任务 毛利援旧的继承人毛利辉元 于公元1591年 将居城牵至广岛城 百万亿新碑和三进之讯 仍然是毛利家上下信奉的教诲 公元1524年5月 奔波劳碌平定了北九州领地 伊魁事件的大内一星 终于可以亲自设领大军 出征安一国 大内一星的第一目标 就是得到分军守护 武田光河支援的英伟城城主 友田兴藤 大内军包围了英伟城 同时呢 大内一星派遣自己的长子 大内一龙以及陶兴房 率领别动队两万余人 北上攻击武田光河所在的 左东银山城 当年友田兴藤背离大内家自立 是因为依靠了武田光河的支援 而武田光河的父亲 武田元凡 早在大内一星上落期间 就与擅自归国的尼子经九 暗中私通 另一方面 以武力胁迫从属大内家的国人领主 动摇大内家 在安逸背后地区的统治根基 武田家所倚仗的尼子经九 更是将势力扩张至山阳的 赖户内海沿岸 大内一星此次出师 其实质的意义就在于 要与尼子经九争夺地盘 重振自己的势力 那么大内一星的入侵 使得安逸领主们人人自卫 原本属于武田家麾下的雄谷信直 香川光景等国人领主 决定与武田光河共同死守阴山城 抵挡大内一龙的攻击 王立元旧马上就派人将这个消息 传到岳山富田城去 此时尼子经九正忙着与山明家交战 得到死讯马上回军 同时派遣归井秀刚 牛尾姓清两将 率先前往救援 而在此二人为先锋之后 又派出了两阵 毛利元旧集穿元晶 雄谷信直等人 是作为第三阵 那么先锋军在银山城下 与大内军遭遇 双方面展开了激战 在这之后 毛利元旧所在的第三阵 也加入了战团 但是因为大内军实力雄厚 双方面陷入了僵局 那这个时候 毛利元旧的智谋 又发挥了威力 他提议 将尼子佳这边的作战部队 分成五路 对大内军展开偷袭 他的建议得到了一致的通过 于是尼子佳的部队 趁夜冒着大雨杀入敌队 大内军被突如其来的夜袭惊醒 仓促迎战 拆打之间 全军上下一片的慌乱 不过在那家领兵大将陶星房 也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军事将领 他真正军心 并且当机立断 派出了红中龙坚 和大和一斗手 偷袭 尼子佳的营地 不料 毛利元旧早准备 他吩咐警商一族 率领精锐的工兵部队 在阵后埋伏 再到路旁的松树上 折下树枝 洒在路上 毛利元旧亲自率领五百人接战 大内军一看他的兵力比较弱 顿时抖擞精神 各个奋不顾身的直取毛利元旧 可就在他们踏上遍地的松枝的时候 一阵箭雨从旁而来 大内军猝不及防 纷纷重剑倒下 毛利元旧马上回身 将大内军包围 大内军拼死厮杀 这才突围而走 但是损失惨重 这次夜袭 大内军有五百二十多人战死 伤者不计其数 逃刑房只好率军撤退 回到英卫城 与大内一星的本队合流 不过大内军呢 他也攻下了英卫城 城主有天心堂投降 不过尼子荆九的大军 已经抵达左宗郡 大内一星本来决定 在英卫城 与尼子荆九展开决战 但随之而来 他得到其报 驻前国领地 被九州龙造寺 还有小田两家入侵 所以他只好撤退到 中防国备战 对于安邑国这块土地 大内一星始终执着 尤其是对沿岛对岸的东西条盆地 以及广岛湾一带 是赖户内海贸易 其中一个重要的集散地 大内家与大明朝交易所得来的物品 都是经过此地分销 或者转发到进击 如果落入到尼子家手中 运输航线将变得十分危险 所以在第二年 大内一星再次派遣陶星庞 再攻安邑国 目标是分郡守护武田光合支配的 太天川刘裕 以及广岛湾一带的领地 纳入到大内家的掌控之中 大内一星上一次 入侵安邑国的时候 并没有争取到国人领主们的支持 他完全是凭借着强大兵力 进行压迫 所以逼着国人领主们 为求自保而抵抗 最后导致战士失利 所以这次出征 他吸取了上回的教训 先做好笼络工作 而这个笼络工作的重点 就是毛利元旧 毛利元旧当初是投靠尼子经久 因为形势所迫 在尼子家旗下 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 那么上一次的 银山城保卫战 毛利元旧表现出众 所以能够诱使毛利家 回归大内家的话 将有利于对安邑国的控制 所以陶星坊在出众之前 已经透过毛利家的重臣 向毛利元旧 转达了会面的要求 就这样 毛利家的重臣 知道广梁代表毛利元旧 应了陶星坊的邀请 前往大内家 位于严岛的阵营 与陶星坊会面 承诺毛利家 从此脱离尼子家 服从于大内家 那么毛利元旧 回到大内家麾下之后 他要做了哪些重要的贡献呢 我们下一集再给大家继续讲